我以為你要說剛才在騎過來路上 剛剛你的胸部一直貼到我了 對不起 這個嘴巴合不起來了 嘿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A 歡迎收看小偉日誌 嘿 大家有沒有看到 沒有錯 我現在就位於東吳大學喔 今天呢 其實有個大計畫 其實小偉我啊 之前大學的時候 並不是在台灣讀的 所以我就一直有一點嚮往 騎著蘇克達 然後再妹 然後去跑山還是兜風 我一直都很想要體會看這種感覺 我就去找了一台蘇克達 又約了一個妹子 哇 大家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的 這一陣子終於放晴了好不好 就是要去約會 去兜風 小偉我就是一個仿賽控 那蘇克達當然也不能隨便亂找對不對 所以這次呢 就要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蘇克達界的仿賽 還有我們今天呢 約的妹子就是 醬醬 十歲的醬醬 非常的兇喔 我們今天我們今天是大學生 今天就是特別找了這台 KINGKONG的 Racing S125 非常的帥喔 那剛剛在騎過來的路上 我也還蠻訝異的 我以為你要說 剛才在騎過來的路上 醬醬的胸部一直貼到我的胸部 對不起 這個嘴巴合不起來了 騎車以來到現在 我九成的時間都是騎重機 我就有點擔心說我會不會適應不良啊幹嘛的 但是呢 剛剛 但是呢 剛剛一直沙沙停停 這個就必須要說到 他的煞車 他的煞車有點太好了知道嗎 不是我的錯 我也不是故意的 不是他的錯 反正今天因為東武大學就在陽明山的旁邊 其實我有排訂一個我們去陽明山的一家 滿漂亮的咖啡廳 對 就會行程 一定要的 男生就是要去安排對不對 我們呢 走一段小小的跑山 因為大家也知道 這台Racing S125呢 奇怪的路上 我也感受到他的靈活 就是我剛剛真的騎到 中央橋啦 中央橋 中央橋那個 我人生 我人生第一次 中央橋機車道 機車道 嚇死我了 像金卡納一樣對不對 我剛剛一騎上去喔 然後因為今天天氣久違的很好 所以一騎上去 我覺得哇太棒了吧 然後結果快到那個就是要下去的時候對不對 我就發現不對 欸這個是怎樣 轉了一圈 然後又急煞 然後又急右轉 然後我想說 這樣應該沒有聽喔 但是我剛剛邊騎邊笑 我想說 現在是怎麼搞的 台灣白牌機車騎是真的是不容易耶 但是剛剛騎的時候我覺得它靈靈性很好 喔妳有感受到 就是它靈起來很好 雖然我的胸部一直貼到妳的背 我剛剛有說到一個重點喔 就是說我一直以來都是騎那種比較偏性能的重機 確實 但是剛剛這台Racing S125給我騎起來 完全的不馬虎 不管是它的加速 還有煞車 煞車還有它 最重要的是它的靈活之處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厲害喔 事不宜遲也不要講太多廢話 等一下就讓我們出發 約會 耶好棒喔 好久沒約會了 就讓我們去體驗一下一日大學生約會 那妳要去換制服啊 喔 我等一下去換制服 真的嗎 下一次喔 好啦那我們就要約會GO OK GO GO 好的各位 那就讓我們出發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吧 就在這一小段時間內呢 讓小偉來聊聊今天騎的帥車吧 就是這台速克達界的仿賽 時尚跑旅Racing S125 除了超級有型又亮眼的外觀以外 其實內在也是不得了喔 首先是它的外露式 液壓成型車架 這新科技讓車架一體成型化 除了鋼線以外 更提升了性能與操控 是個跳躍性的進化 動力方面Racing S125 採用重車 噴射及柄科技 結合下懸吊4V戰斧引擎組 新ECU以及高性能噴嘴 搭配調校下 反應靈敏 動力輸出平穩順暢 最後在尾燈方面 也是用上雙LED燈條 尋黑燈殼 質感與美感共同牛油 辨識度也是極高 而高亮度的LED煞車燈 也提高夜間騎型的安全度 如此高評價的速克達 卻有著讓人非常意外的價格 想知道的朋友 就一定要看到最後發表唷 好的 各位沒有錯 我們到了 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這個 響陽明山 YA 然後跟著我們的醬醬 因為現在是冬天嘛 就是天色暗得蠻快的 所以我就想要趁著天還亮的時候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騎的這台帥車 也就是我們KINGKONG的 RAISING S125 我以前啦 就是對速克達都不太熟的狀態之下呢 算是一個速克達車嘛 認不了車喔 但是呢 就在我跟這台 RAISING S125 相處了幾天之後 我覺得它的辨識度 其實蠻高的 尤其是它這個定位燈 這個日行燈 還配著一個進風口 真的是蠻帥的 頗有那種 定風衣的感覺 好 那我跟他說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頭燈喔 結果它其實是一個方向燈的部分 真的是蠻帥的 欸 對不對 那換右邊 真的蠻帥的喔 再加上它這個定位燈 我覺得它的整個造型啊 蠻帥的 還有它的尾燈 還有它裡面的置物空間 喔 拍給大家看嗎 好啊 裡面的置物空間很可怕喔 置物空間 有沒有 就是我的外套 大的包包 竟然塞得下女生的東西啊 太厲害了 兩間外套一個大包包 完全塞滿了耶 這個USB的充電 還有這個五合一的開關 我覺得真的蠻方便的 而且還給你打招呼耶 它是今天唯一一個跟你說hello的人 啊 看看他講hello 有 你看 唯一跟你打招呼的人 反正那剛剛呢 短短的一個 跑陽明山的這種行程 然後騎這台對時間是125呢 我覺得真的是蠻驚艷的 因為它在這種 路小然後彎還蠻急的狀態之下呢 它給我這個蠻好的 騎乘體驗 坐墊也是還蠻舒服的 而且它坐墊也是蠻寬敞的 雙方還沒問題 好 那其實整台車呢 真的是給今天我們這兩個人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約會體驗喔 沒錯 因為真的外面真的太冷了 所以我們就先把車停好 然後在餐廳裡面 然後再跟大家聊一下 最後呢還有一個非常厲害 關於這台車 這台Racing S125 非常屌的一個消息要公布給大家喔 好 那就到這邊 狗吧 給你一個湯匙 謝謝 哇哇哇 那就開動囉 開動囉 開動囉 我們今天來的這家叫做 向陽明山 向陽明山 欸還不錯耶 因為我之前來陽明山的話 大部分都會去什麼屋頂上啊 嗯 或者是比較山下 之前還有去另外一家 不過名字我有點忘記了 香蝦至酒 不是 那還蠻推薦大家來囉 菜市還蠻好吃的 我今天吃的是那個松露燉飯 然後 我是龍蝦汁海鮮燉飯 還有干貝超大的 還有干貝 重點是我覺得這間店很溫馨 就是它的牆壁顏色是黃黃的 然後椅子就是那個割蚊的顏色 我很喜歡 所以我已經來這邊很多吃了 沒事要跟不同男生 我上次跟賣賣好不好 本來計畫就是說 如果今天是一個約會行程以外 因為我剛拿到這台車嘛 我自己是很少騎蘇克達的 所以拿到一台全新的蘇克達 然後看著它儀表上面零公里這樣 它到的時候真的是零公里 很興奮對不對 對 就覺得很有新鮮感 然後就是騎在路上覺得很帥 這一次有機會去接觸到這台Racing S125 我覺得真的是蠻酷的 對於蘇克達又有更深刻的一個體驗 其實騎蘇克達去兜風甚至跑山來講 樂趣還蠻多的耶 我覺得很方便 就是女生的東西就有地方可以放 真的 如果是擋車來講的話就是 每次都背著大包小朋友 零置物空間 今天去東武大學做我們的出發點 我覺得也是蠻有那個感覺 就是看到很多 因為我們在拍的時候 大學生 看到很多大學生 甚至還有那種大學情侶 而且現在冬天然後看到那個 手牽手 真的很覺得哇 冬天沒有一個人可以依偎 真的是想要過一個可以抱抱的冬天 我好像看過你有分享這個線動 我發了一個線動 想要過一個可以抱抱的冬天 今天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沒錯 台灣大學生那樣騎車 講到台灣大學生最會跑山的 感覺一定是文化大學的 喔 是嗎 因為文化大學就在陽明山上 然後等一下文化大學學生就會在旁邊留言 說我們才沒有一直跑山 我們是逼不得已好不好 我們上學就是跑山 這個人騎車怎麼那麼厲害 欸 以前是賽車手啊 他就說沒有 我以前這麼忘了 那大家是不是以為我忘記今天要講什麼 有一個壓軸 後來有去查了一下這台Racing S125 大概是八萬 八萬七 八萬八 結果呢 我們光陽呢 King Kong 既然他現在有個學生價 只要多少你知道嗎 六萬九 九千五百 今天講的動力我覺得非常的足夠 線性 平穩 然後靈活度不用說 這台Racing S125呢 他的懸吊 還有甚至他的標配輪胎 都是一個非常運動穩定的這種配備 是 他的整體外型啊 然後置物空間 甚至USB充電 這樣子的數個打六萬 Oh my God 學生族跟小自主 這個價格真的都很可以耶 我們要繼續吃我們的 對 我們的約會還會繼續進行 好 那今天影片也差不多到了尾聲 那感謝我們今天最美麗的一日約會對象 江江 對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約會 以及這個車子的 應該是我第一台介紹數個打的 OK 對 希望大家喜歡 那也別忘了這個學生的這個優惠特價 千萬就不要錯過囉 那我是小偉 我是江江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也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這裡一直有課干貝 不需要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